大家好,欢迎来到无界漫谈 我们这个栏目是给大家分享有态度有深度的海外时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世界公民时代国籍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欢迎通过评论私信来跟我们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给我们一点支持 有一个朋友来问我 说有什么项目可以直接办一个国籍护照 我研究了一下 发现市面上还真有不少护照项目 也就是说只要肯花钱就可以买一个新国籍了 这有点惊讶到我了 小康你好 那我今天就去我之前的从业经验给你做一些分享 我在移民行业待了这么多年 也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客户了 确实第二个护照或者是第三个人护照呢 都成了某些人的刚需 但是在这个节目之前我首先要声明一下啊 咱们国家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 大家还要遵守咱们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再回复到你刚才的问题啊 在过去人们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的 你或者是与生俱来拥有某国的国籍 或者是作为移民经过多年等待之后成为规划的公民 那有些人还由于某种原因呢 还会失去国籍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都会有 但是啊 现在你是可以走捷径的 直接花钱买国籍 通过投资移民轻松成为某国的公民 接着拿到护照 那么今天呢 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啊 都设有投资移民的项目 它已经成为了一项全球增长最快的产业了 那多从海外身份是超级富豪的专利吗 除了避税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理由促使某些人持有第二国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其实答案也比较简单啊 现在是信息全球化的时代 地球都变成一个村了 那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国籍的概念呢 叫做世界公民 这里有个关键词叫通行性 那其中就包括人的自由通行 以及财富的自由流动 那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便利的通行性呢 那么第二个国籍 第三个国籍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在世界公民这个概念上 往往会与全球的精英联系起来 那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财富呢 放到离岸去做一种避税天堂做使用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 也会或者利用这种黄金 居留的这种途径啊 通过投资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所以说嘛 存在就是合你的 不怕没有产品 就怕没有需求 那吃紧色 您可以讲一下 护照项目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吗 好的 一般来说呢 最低只要几万人民币就可以搞得定了 比如说像非洲的吉利亚比哨 那么最贵的呢 要几百万美金 可能都不一定能帮你搞定 那外国人购得护照呢 就可以在很多这个目标的国家进行居住 工作或者是开设银行账号 这种合法的资质了 更重要的会去在于呢 他们购买了在世界上各地免签旅行的资格 那虽然现在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 但是政治有上的孤立主义 却在不断的抬头 那这种自由迁徙的权利呢 正是这类项目的诱人之处了 在这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有一个美国的企业家曾经表示 他投资非洲啊 比如说他在投资非洲的某一个小岛啊 叫我我现在记得他叫叫摩罗群岛 以及加勒比啊 的圣卢西亚岛的项目呢 就可以顺利的获得两个到三个国家的国籍 这也同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降低了付税 那他是这么讲的 那对我来说呢 我通过这种形式 我可以拿到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税收待遇 那本人也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 还能获迁 获得这种免签旅行的这种资质和条件 所以来说呢 从他的角度去认为 我相信他的这种角度里 也代表了世界上很多的这种投资移民的 一些申请员的这种观点啊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途径 他认为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游牧化 还记得游牧民族吗 但现在已经告别游牧民族很长时间 但现在这种买卖护照这种行为比较普遍吗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游牧化 人们不会希望长久的待在一个地方 也因为生活方式的原因啊 或者是资产流动的方面原因啊 他们可能会希望拥有一个两个 甚至三个四个的一些基地 规避合理的 还可以通过规避合理的税金啊 使得这种买卖 这种国际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普遍 虽然并非所有拥有这个多重国籍的人 一定会在很多国家里面居住 那这个行业呢 其实也被看成是世界动荡的一个叫情侣表 很多投资者呢 都会将这个项目呢 把它自己当成自己的一个后花园 或者是一张安全网 那这样世界任何的地方出现动乱 或者变通的时候呢 自己前往其他一些安全的一些地方 也就非常的便利了 全球通行性对大部分人来说 并不是那么必要吧 比如说就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拿第二个海外身份的 但是对一些高进职人士来说 却是刚需的 比如说就像有一些跨国生意的企业家呀 所以说这些投资移民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而诞生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啊 投资移民项目啊 它并不是随着全球化诞生的 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啊 出现至今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 我刚才也说了 全世界现在有一半的国家 都有投资移民的项目出现啊 成为永久居民的成为公民的都有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干嘛呀 它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加拿大和加拉比 加拉比岛的圣吉斯和尼维斯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些项目 而美国和英国在上世纪的90年代 也启动了类似的项目 那不同的国家的投资移民的项目的细节是不同的 那借助这些项目呢 外国人可以通过投资房地产项目 或者企业的并购啊 或者购买资产呢 或者直接向政府捐款的方式 换取对应国家的签证或者是护照 那现在主要有哪些国家可以提供这种国籍的投资移民呢 所以讲到这点啊 我看你这个问题还带着一个巨大的一种疑惑感啊 我想起这个感觉是非常普遍和真实的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始终觉得花钱买国籍是很不可思议的行为 对不对 但不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花钱购买别的国家的国籍的买卖 其实现在用一个词咱们这一个成语啊 叫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啊 那最著名的一些国际项目来自加勒比海 那就是在这个美国底下的一片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那你的景色其实是非常不错 白色的沙滩啊 优美的风景啊 温和的气候啊 投资的门槛也很低啊 而且没有强制性的有一点叫居住要求 那深历起来的这种速度呢 也相对比较快 我给你举几个国家例子 让你了解一下 有个国家叫多米尼加 那要申请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多米尼加这个国籍呢 需要投资 费用你知道是多少吗 其实并不贵 十万美金就可以了 而且投资之后呢 你拿到这个国家国籍 不需要在这个岛上去居住 也没有任何的等待的时间 所以这个项目也成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除了这个国家呢 还有它旁边 离它不远啊 也在加勒比海叫圣吉斯和尼维斯 那圣吉斯和尼维斯在1984年 你想想多少年了啊 小40年了啊 就已经启动了投资移民的项目 当时距离这个新成立国家 从英联邦独立出来 刚刚才刚一年 想象得到吗 就刚独立出来 刚一年 它就已经启动这个项目了 那很多企业家都认为 可以从这个拥有热带海滩呢 而且它税率极低的国家里面挖取价值 所以这个项目的目标群体呢 也越来越多 而且买过这个项目 国家国籍的这种企业家呢 也从这个国际上面呢 也帮他们赚起了更多的收入 那这个项目在当时刚设立的时候呢 最初只引进了几百号人 但是到2009年啊 因为他们一系列的市场推广的行为 也比较火热嘛 也可以想象不到吧 这个国家推行自己的国籍啊 那这个国家的护照的持有者 是越来越多 而且还有一点啊 不断刺激它这个需求量的增加 这个国家的这个护照的持有者呢 拿了他护照 还可以免签进入多少个深耕国家呢 26个深耕国家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圣吉祠和李维茨 他的护照就成了非常热 就是棘手可热的一个产品 也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出口商品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啊 国际成的商品了 而且通过这个项目获取的资金 也帮助他们降低了国家的债务 也促进了当地的建筑业的繁荣啊 讲完这两个国家 再跟你说一个国家啊 这个国家不在这个东美 不在这个深 不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了 他在这个南太平洋 在瓦努瓦图的一个国家 他是也是一个岛国 南太平洋地区瓦努瓦图 他的国籍也非常受青睐 特别是咱们国内的深情人 有好多人 也是对这个这个国籍项目非常青睐 大概在五六年前吧 这个瓦努瓦图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计划 这个计划一推出就活了起来 也是相当于出手国籍的计划嘛 目前他也成了这个国家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 瓦努瓦图的护照之所以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护照的求者可以拿来他的护照 自由地进入欧洲国家 不需要签证哦 知道吧 咱们国家现在去欧洲 要去玩一趟的话 是需要申请签证的 但他买了这个护照之后 不需要签证 而且许多瓦努瓦和海外护照的求者 根本不需要踏天该国的国土 可以通过在海外指定的机构 就把护照给办理好了 连去国家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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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麻烦事都已经省了 而且根据我们现在拿到的最新的一些统计报告呢 比如说包括从塞浦路斯到新加坡 也会共有23个国家 提供各种各样的投资移民和入籍项目 而且类似的项目正在整个欧洲渗透 你知道吗 都已经渗透到欧洲了 而且近半数的欧盟成员国 目前都提供某种形式的投资移民 或者是入籍的项目 这些国家的名字听起来就好小众啊 我真的一个都没听过 所以买一个国籍要多少钱 那我就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啊 我给你看一看就是凭借我现在的一些印象 我给你挑几个重要的国家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土耳其啊 你都想象不到土耳其有没有护照啊 他土耳其的护照25万美金啊 通过购房就可以让你获得土耳其的护照 马尔他的护照70万欧 这个贵一点啊 塞浦路斯 它是属于这个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岛啊 塞浦路斯这个岛也是非常不错的 风景各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国家也是非常久的一种历史 欧盟国家250万欧元购买它当地的房产 这个是属于最贵的一个 匈牙利的护照70万欧元做捐赠 给你啊 这是欧洲国家对不对 圣基斯的护照呢 刚才我说的是25万美金 买房子不是用捐赠 就是换来实打实的房子 然后还有格林拉达的护照 15万美金啊 包括这个安提瓜的护照啊 也是属于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 20万美金购房 黑山共和国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现在的 这个东欧最附近啊 10万欧元做捐款 也可以拿到黑山共和国的护照 挖了挖苦我刚才说的 10万美金就OK了 都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啊 还有安提瓜和巴布达 也是10万美金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是在这个10万到20多万美金 是比较多一点 含金量稍微高一点的 像塞浦路斯的护照 就要贵一些 叫25万 250万欧元 购房就OK了 但是你买来的不是捐赠呢 你是换来实打实的 这个房产 你的家人呢 都可以在那里面居住的 这也是永久性的产权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010万美金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大概60多万的样子 差不多一套三四线的房子的价格吧 我觉得这个价格 这个国籍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 对的确是啊 但是售卖这些国家的国籍的 这种国家呢 往往也都是一些经济条件呢 就不太好的 资源困坏法的一些小国 对不对啊 你看听这些名字 你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国际地缘政治的 可能对有些国家都不太了解 对不对 那比如说出售护照 就可以成为瓦罗瓦图 就出售这个护照 这一项就给瓦罗瓦图 这个国家带来超30%的收入啊 一个国家的GDP30% 你可以想象吗 那这对于像瓦罗瓦图 这样的小国来说 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量化一下 大家就可能有一种概念了 比如说一个国家 GDP30%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深圳啊 甚至香港 这样的一个繁荣的这种经济体 在咱们全中国的一个GDP 只有到2%到3%左右 你想想 一下成了30% 想象一下 如果咱们国家的护照 给咱们国家带来30%的收入 你可以想想来看 这是多大的一页买卖 当然了 我们大多数客户都不会前往 他们投资的这种国家去生活 他们主要把这个 这个购买国际的行为呢 是做像一项保险政策 是一种insurance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游泳第二国籍 如果有朝一日 不得不登上飞机 他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选择